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万美元每枚 一天内跌幅超13% 每股收盘时比特币处于23401.0美元每枚 今天由于抛售盘过重 其他加密货币也出现了下跌 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坊在欧股盘中跌破了1200美元 是去年1月以来的第一次 24小时内跌幅超过两成 每股盘时以太坊重上了1200美元 每股收盘时处于1200美元 最近24小时跌幅超过16% 据Coin Glass统计到每股盘 最近24小时内有超过27万人爆仓 爆仓总金额达10.63亿美元 其中比特币的爆仓额超过9270万美元 以太坊爆仓金额达4200万美元 到每股收盘时 最近24小时爆仓人数接近27万 爆仓总金额达近10.60亿美元 其中比特币爆仓额明显回落到了1600多万美元 以太坊爆仓额达1300万美元 将密货币交易所拢拢的企业发展和国际副总裁 对媒体说 我们可能会面临衰退 市场尚未完全触底 除非美领储能够喘口气 否则我们可能不会看到看涨情绪回归 数字货币借贷巨头 Celcius冻结提款 今天Celcius加密货币贷款公司表示 由于极端的市场条件 公司将暂停账户之间的所有提款 互换和转账 好了 这次就和各位朋友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